航運都即將踏入榜季 因為有12月聖誕接著有過年 明年1月底的農曆新年 其實那個航運需求是否真的這麼大呢 如果你看摩通的份報告 根據行業就看到 接下來幾個月的需求是有方緩的 預料第四季的運價就不會達到一些調整 這個全球經濟因素 Ryan 你怎麼分析呢 或者需求面你怎麼分析呢 因為這個就很影響了 究竟航運的需求是否可以就著那個榜季而大增 暫時來說今年或者這幾年 你看到環球的供應鏈和以往 其實是開始有少許洗牌的情況 以往一些航運的需求很傳統 中國去美國的一些混單 可能在9月10月的時候 就持續上升 最主要原因其實都是一些可能感恩節 或者是一些聖誕等等的需求 但是你看到一些的廠商 他們將他們的供應鏈 就慢慢散布在全球其他不同的地方 變成了不單純就是中美之間的航線 會反映到全球的物流的情況 可能都會相對比較分散一些 現在那個的罷工 美國東岸的罷工情況 其實有一個蔓延的趨勢 它很多的變數 也不會有機會出現 大家知道11月是美國的總統大選 現在如果有一些大型的工業行動 或者是一些影響到社會氣氛的事件 我想對現有的執政黨來說 肯定是不利的 所以我想現在官方就不想插直手下去滑船 但是我想稍後其實會不會在一些官方途徑 或者非官方途徑去進行中彎滑船呢 我想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有機會其實未必說真的去到最惡劣的情況 是出現一些全面性的大罷工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如果它出現一些東岸是停擺 或者這類的罷工 好像剛才說 其實你的航線有機會是走回西岸的 這個第一會影響到供應鏈 第二會提高航運費 第三你再計及一些本來已經存在的罷工的因素 例如波音公司一些機械人員 他們現在的罷工 這個勢必會扯高整體的供應鏈的成本 這個是有機會去加劇那個通脹 這個不單純是加劇那個運費 而是令到整體的製造業成本 或者是整體經濟復甦都會受到一個拖累 這個變數就真的會非常的大 到時是不是對航運股有一個很正面的影響 我想都是明知之數 好 接下來那個長遠航運價格 好像Brian這樣說 其實很多變數都不確定寫到 這一刻其實都很難斷定 究竟會不會真的可以大幅加到價 如果是這樣 今天看到航運股怎樣也好 都炒上去 市場氣氛也好 另外真的有個別 公司能夠加價也好 怎樣選好呢 匯政就給海豐馬入評級 但是就維持中遠海控和東方海外持有的評級 選擇這些本地上市的那些 還是Ryan你覺得可以出去外面選擇一下呢 比如台灣有長榮海運 外國也有一陣馬士機都非常之大隻 怎樣選擇呢Ryan 那要選擇當然一定是一些 比如你剛才提到 長榮和馬士機他們的市佔率 其實加起來都已經主宰了整個航運市場 如果你找航運股 其實找他們都沒有什麼點錯的 而實際上也看到馬士機也是加了運費的 如果你說在香港上市那些航運股來講 你剛才提到的東方海外 本身你看看收入結構 你看到它主要的收入來源主要都是在亞洲 亞洲不是說航運費會不受影響的 而是它當中所受影響相對較小 如果你說這樣選擇 炒這一轉的話 我就寧願選擇1919 它的受惠會比較直接些 而它的走勢也有個破位的趨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會覺得那個情況比較高不成少 是他近來的 有機會 就想像很明顯 我會覺得這個最後幾個 人們想任何方向 會上講 承認 沒有